預覽畫面又太小 然後 我有同學有一個觀念喔 那我同學有一個觀念 影片在拍 以前啦 我們買那個數位相機啦 他剛開始 數位相機還很普遍的時候 一般的 手機 照相就像 你看男朋友而已 那個時候廠商在 斟酌的就是說 我如果想起做太好 攝影機嘛 像我本身我都使用那個數位相機 下去因為那個解析度 畫素很高的嘛 單眼睛是一樣喔 他故意不讓你錄影 同學你知道喔 最多可能錄個短片大概30秒或1分鐘 同學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他很故意軟體給你限制住 但是就是有那個 我還不知道買一個什麼 很萊卡什麼小啦 全世界標榜上面最大的 最小的傻瓜 單眼 類似的那個功能 他錄影就無上限 你機卡多少他就可以吃多少 好啊機卡後來 多少人帶到多少 那部份 那部份 意味的衝到什麼 以前那種的DV 手上拿到DV 你看東西現在誰要用啦 誰還要拿一個MO 在那裡放 不知道DV還是什麼 沒什麼東西 你看那 小型攝影機V8 拼拼拼 誰會去帶V8 不會嘛 但是那個產品就是怕被那個東西擠掉 所以他數位相機 他就是 DV啦 他就是故意 不愛 作為他可以錄車幾分鐘 還是幾十秒他就要回家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這樣的時候 他那個產品就變廢物 然後後來 殺手性的 產品 手機出來了 我第一次看 V3 不知道他一支 可以先賣說 怎麼有相機 他又清清 我就開始想說 他一定會有 有錄影會怎樣 他就估要產品區隔嘛 但是後來 有人開始開一槍 不知道什麼下部的都說手機子 就說模擬他那個有單元 有怎樣 一支手機子 那個電影的小孩怎麼會突然出來了 但是 做到四不像 那樣有夠賣 有夠賣之後 它是數位變焦就對了 它會突然出來了 數位數位變焦了 它又讓你取代 你的單元就對了 取代 不要說我一般的數位相機啦 結果呢 要取代 怎麼不取代的時候 取代不成功 所以你還在想 我又要買數位相機 出國又要拿數位相機 你現在出國 除非你是專業攝影 你拿一支 泡光出去 你誰還會帶一個數位相機 剛才說女生在自拍的啦 有以前有一種自拍機 我自己人家就買了 我停在開工 我的消磨機器啦 有一種自拍機 你怎麼卡四毫 那一支不知道三萬 幾萬 你就怎麼拍都怎麼就漂亮啦 現在 好 這個問題來了喔 這個問題來 怎麼你知道 現在 每一支手機 相機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數位相機在外面已經完全 幾乎是絕種了 春天大支 泡光了 泡光那種的你知道嗎 那一支到十萬小白 專業單元 他就是快門大 光圈大 他在發東西 手機你怎麼做都沒辦法去突破 因為 他的光圈本身就大了嘛 好這樣之後 來 來 並說 人翹都要在追焦在拍 我就一次去幾百倍來用 他這是一般的 類比變焦 我們說類比 我對於沒什麼東西 說不到那麼糾正的 拍起來都可以用 但是你要想喔 那個部分 如果 他的錄影 也能開到最高畫素 下去錄 而且錄影無上限 現在記憶體也多也燙嘛 速度會快嘛 DV 漲上限 喔 你放不下 誰買不下 所以 先擠掉就是 所以相機先被擠掉 然後 攝影手機越來越強之後 DV 一台 一台片 放下去 下去 以前磁帶嘛 再來買換一支 一台有一個MO嘛 不知道DV有什麼 就一台 轉拍到那邊 齁 那過年過節在看怎麼走 誰又要走 那兩樣東西 機先被擠掉之後 好就像同學說的 相機 很多Youtube都使用相機在拍 一個相機啦 你在拍 你都是要刻直覺 這個鏡頭 他都要刻直覺 像我以前也是刻直覺 他沒有辦法 看到前面 後面的畫面 到底你是要呈現的畫面是怎樣 他會這樣 然後後面很聰明 唱唱什麼 這個可以展開 螢幕可以展開 那個就好了嘛 這樣就OK嘛 但是 為了想省電續航力要強 Sony也有出一支 出一個很小的東西 很想買 那很小顆 但我看九妹開箱 他說 測試一下 待機的時間非常短 出電池帶幾百顆 它很小可以先被 但是我就在那裡想啦 我在拍DL 我都會在拍細部 在拍什麼 我不是只有拍那個景 你知道 它那個預覽畫面 只有一兩吋 我根本就看不懂 看不清楚裡面到底 我要拍的東西是什麼燒啊 所以 我目前會用手機嘛 對不對 那個什麼360 那剛才說不好 那之前我以前 我常常試過 你根本就看一個環境而已 都沒有用啊 對不對 好 你現在我用相機 相機的畫素 傻瓜就對了 現在你絕對是比手機那麼強 因為光圈 又先天變價的關係嘛 但是 不好意思 它的攝影 要不要讓你開到4K 要不要讓你開到4K 1080P 60幀 有沒有 假使是有的話 它就換頭前 螢幕沒辦法上線 會非常麻煩 你拍這個東西那麼大 我就說要拍那個 那什麼小 儀錶板上 這樣大就不可能 錢在那 對不對 我也沒說像 Copro拍的 Copro收音是夭壽的 啊我在做 影像 我都是影像跟聲音同步 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可以用那個錄音筆 所以我很強調指向型麥克風那些阿里阿渣的 他說他說 同學有的人 都當作我用手機那些沒什麼阿呆勒 事實上不是阿呆勒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不然那個不歌是多少同學在說 我們不是在反駁 我是在說 在分享這個東西 我沒有在拍他 剛好是那個 那個奈特國際的同學在跟他問這個 我不是在收機 我只是說 我在 講說 我在用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現在要收記憶體 我要把它 這個我要 至少要再把它錄個十幾分鐘 這我為什麼在收記憶體 所以說 它就是因為今天 產品線 產品線 它會去強碰 有的東西是故意 做局限的塑料 你知道嗎 那你像 有的我有聽 有的同學在留言說 那個好像 ANGLE手機 它故意 錄到它會自動塑起來不好用 但是 我沒有遇到那個問題阿 你像我現在